转载自摆家号作者 卖尔斯绝对知道下个赛季结束,勇士将面临巨大的薪资压力,汤普森和格林可能会成为新生品,因为护理已经许约了,而杜莱特肯定是勇士优先选择的对象。 在2019-2020赛季,勇士如果留下四巨头的话,球队总薪资将达到三亿包括收耻税,并且如果勇士想一直被球迷们关注,那么他们就得拿下更多的总冠军,而四巨头肯定是勇士的标配,所以三亿只是一个保守的估计,再过一两年,这个数字还将持续上涨。 诚然勇士四年内三都总冠军,这位老板带来了巨大的收益,但是勇士老板也不打算接下来几个赛季,支付高达三亿美金的薪资,因此从这一点看来,汤普森和格林势必要走一个,勇士让球队同时存在四名鼎心球员的可能性非常小。 不过,现在这一情况可能会发生改变,勇士留下四巨头的可能性大增,因为勇士似乎已经找到解决的办法了,勇士湾区新球馆勇士的办法就是Chase Center,这个新球馆,根据金州勇士的计划,新球馆的机票持有者,必须同时支付新球馆的会员费, 这笔费用勇士会在三十年后归还,如果你不打算支付会员费,那么你将失去机票购买的资格,而勇士的新球馆有一万八千个座位,会员费大概是一万五千到两万之间,仅仅是会员费勇士就可以得到三点五亿左右的收入,这相当于勇士拿到了一笔三十年的无息贷款。 勇士计划并且这个计划并不是老板想出来的天方夜亮,因为勇士的计票已经连续六个再继续利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,并且勇士新球馆坐落在美国经济最发达的湾区,而湾区最不缺的就是有钱人。 根据勇士计票出售的最新情况,目前还有四万四千人,在排队购买勇士的计票,因此毫无疑问,勇士的计票会被收紧,而这个计划看出来的,是勇士老板拉科布底气十足。 除了他谁能这么干,或者说谁敢这么干,老板拉科布所以,如果勇士下个赛季,保留了四巨头阵容请不要惊讶。 因为新球馆Chef Center将成为勇士的摇钱术,勇士未来几年单赛季承担三一左右的心情之处完全没有问题,而勇士这个新球馆计票计划无疑再次将勇士推上风扣浪迁,因为勇士则是在想一万八千名球迷借前保留四巨头阵容,NBA可从来没有变相向球迷筹前保留球阵容的先例。